大家都知道美国高铁在两个月以前正式落成 上个月正式通车 之前给大家做过一期 从来没有在大家实拍过美国高铁什么感觉 我看见网上也几乎没有什么人拍 这个都是老外的博主 今天也让大家看看美国国家私营舰的第一条高铁 长什么样 看看里头怎么样 咱们现在就走着 让大家看看美国高铁啥样 兄弟们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迈阿密的高铁站了 这条高铁现在已经从奥兰多修建到了迈阿密 然后就是这条叫光亮线 然后这条线也是现在美国唯一的一条高铁 美国200公里以上时速都叫高铁 咱们看看它内部设施 这高铁站修的还行 这整个一整溜都是高铁站 咱们进去看一看 我们现在已经进来了 让我先去买票 看这个高铁站怎么样 不得不说佛里达的高铁站真的是遥遥领先 遥遥领先 所以说它这个地方都是可以支持这个扫码 支持信用卡 还支持这个Apple Pay 直接支付 谷歌Pay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用这个无线就可以付款的 不需要这个直接刷 这边是办理托运的地方 行了 咱们现在这个票也买完了 然后咱们现在就准备走了 现在咱们就准备上去 上去这个坐车去 这个也算是遥遥领先 这个地方 整个的这个迈阿密的高铁站看起来还行 我们奥兰多的那个也是新修的 他这个迈阿密 到这个西宗旅滩的这期间 它其实的平均时速只有180 然后只有到了迈阿密 出了迈阿密大城市群以后 到奥兰多的那一段 差不多是200多公里 所以说它这个高铁 它到那一段 它才提速到那么快 所以说咱这个主要不是拍速度 主要还是看它的高铁怎么样 它这个说实话这个高铁站建的还是相当的这个不错 所以这个扫一下码是吧 这个咱们扫完码就直接可以进来了 就是从这儿走了 然后就还要过安检 这个现在已经过完安检了 过完安检了 咱们就现在已经在这个二楼的这个后车室了 然后我们往前看 它这个也是有这个很多的不同的后车室 这儿有类似于酒吧这样的地方 说实话 就这个主要是拉游客的地儿 知道吧 拉游客的地儿 它主要是为了以后的世界杯做准备 然后由于迈阿密跟奥兰多 对于很多游客来讲 它没有车 租车太贵 所以说它就修了这么一条高铁线路 单程最远的这个300多公里的 也就是79块钱 来回也就是100多块钱 反正单程的 你像迈阿密城市群之间穿梭 也就是十几二十块钱 三十多块钱 四十多块钱 差不多就这个价 很便宜 你看这边就是踢足球 踢足球 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顺便去买点东西 喝一喝 这儿的东西算是遥遥领先 我一会儿看我要买什么东西 是吧 这个迈阿密的各种的纪念山 都在这儿了 再看看我们这边有什么呢 拿一个星马克 还是拿一个可乐 这个很久没喝这个可乐了 星马克喝的比较多 我看还有什么 我是不是应该买一瓶遥遥领先的红牛 其实咱们国内那个红牛我没太见过 一般喝的都是这种红牛 价钱都在这儿 说实话都不算便宜 这边是一等座的休息室 一等座跟咱们普通座还是不一样 一等座其实也没多贵 一等座就稍微贵了那么一点点 然后这边就是咱们普通座休息室 其实差不太多 兄弟们最终还是决定买了一个胡椒博士 但我不得不说的是 美帝终于接地气了 不但建了高铁 这是美国我第一次遇到的一个不收现金的地儿 我刚才去结账的时候 他说我们这只能线上支付或者卡 我们这不收现金 现金不收 我就觉得美帝终于开始学会不收现金了 咱们下面就看看这个车怎么样 咱们现在在后车室等待一下 由于它主要是为游客准备 而且佛州人不靠它通勤都开车 要么远距离都坐飞机 所以说它的后车室也是非常的 这是普通仓的后车室 后车室还是非常的舒适 我不知道跟这个国内的比怎么样 我个人感觉比国内的 其实讲实话可能是不是要好点 但是这个硬件修的还是可以 可能它这个高铁的技术确实还是不如咱们 但是它整个的这个还是可以的 而且这个也被当作佛州一个面子工程 我买完东西 他还让我写调查问卷 说你是不是游客 是不是佛州居民 你为什么来这体验怎么样 还得给他们写评语 你知道吧 胡椒博士真好喝 所以说这个东西美丽也在进步 所以说你看 我就说佛里达它有点像中国 是不是 有点这个意思 那行 咱们现在就开始等着一会上车 看看到底怎么样 我先休息一会 现在就要进站了 家人们 火车马上要发车了 不得不说 这个高铁量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比较新吧 大家看看这个高铁长啥样 大概就长这个样 大概就长这个样 看到没 这就叫高铁 这叫高铁 这已经是高铁了 好落后 我这个上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它这边的座位 这两个两个的座位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两个两个的座位 座位还是比较宽敞 火车跟火车之间的连接 就是这个样子 这边是厕所 我们开厕所可以看一下 这个厕所其实跟咱们有一样的 都是触屏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厕所 大家看看是不是没坐满呢 还是比较困阔的 非常的困阔 然后我现在往后走走 看看这边是不是也是非常的空 这个由于是拉旅客的地方 所以说真的是很空 最后一节车厢几乎就没人了 看到没 真的最后一节车厢几乎都没人了 这个就应该是传说中的一等座 其实一等座跟二等座差不多 人稍微少 能少那么一点点 看到了 人稍微能少那么一点点 就少了一点点 都是有这么一个餐盒在这儿 所以说家人们觉得这个高铁怎么样呢 这个网友部具体发表评论 它的设施还是比较先进的 现在车已经开了 我几乎感觉不到车在运行 稳定度其实也都可以 就是速度太慢了 具体稳定性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 参考一下这杯水 大家就知道了 其实跟之前的复兴号比 这个稳定性还是不行 还是会差距比较大 对不对 整个的这个水杯呢 都会是 相对来说会比较震一点 我还想到一个方式 然后这有一个硬币 还是立不住估计 它的这个网速 咱们也可以试试 我连了它的WiFi 大家可以看一看它的网速 在高铁上的速度啊 70毫秒 讲实话 网速在高铁上的话 还可以吧 这个速度 这是下载速度啊 反正能用了 看视频肯定是没问题了 对吧 可以看一看它的上载速度 上载速度也一般吧 反正是凑合能用啊 凑合能用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这一趟高铁在周六啊 坐了几个人 现在是周六啊 而且呢 就是最繁忙的时候 大家看坐了几个人 这几节车厢 基本上就没人啊 所以啊 有一说一啊 这条高铁呢 它就不是用来通勤的 你知道吧 它不是用来上班啊 用来做交通的 它就是用来转机啊 或者是这个 给游客准备的啊 而且呢 再加上这个2026年 美国不是要举办世界杯吗 那到时候的这个世界杯的时候呢 哎 美国呢 佛罗里达作为一个重要赛区 因为佛罗里达拉丁也非常多 然后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大量的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迈阿密这个大赛区吧 然后呢 整个的很多人来奥兰多玩完了 就来迈阿密 或者是你在迈阿密看完球了 你要住在奥兰多 或者在奥兰多玩 到时候连摊帕也会连通啊 你顺便买了这个地方 都玩完了就可以了 所以说 它这个相当于是成绩快车 它确实达不到300公里的速度啊 但是从它的硬件设施看 跟咱们应该是不差的 但是速度是达不上咱们 但是确实它这个火车 坐起来 我坐过复兴号 也坐过它这个 目前为止 我感觉这个舒适度 还是相当够的 就是速度慢一点啊 总体来说还是中国要领先 这也就是说 美国以后修的高铁 基本上都会是这个路数 就它不会像咱们那样 以载客为主 就是那么做修的 就特别密密麻麻的 一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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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它应该不会修成那个样子 它都修的 就是之前间隔会这么大 然后坐起来会非常舒服 以观光旅游 给游客准备的成绩快车啊 这种游览观光为主 知道吧 这也是美国修高铁的一个逻辑 它是为了商业 它不是为了载客 你懂这意思吧 就是为了游览观光 它的主要通勤长途3D 就是机场 进程就是开车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它不修高铁的一个核心逻辑 你现在懂的是为什么了吧 行 这个美国第一条高铁 咱们也算是带大家看完了啊 这个以后有什么有意思的话题吧 再给大家拍吧 那这期就到这 大家拜拜